在硬的汉也有老去的时候,曾经带给我们满满的男性荷尔蒙的那些银瓶硬汉们,一个个都老了,比如成龙和红金宝,比如李连杰,比如真子丹,还有吴京,再比如英年宝室的李小龙,就连星年也只倒不眼了。 再看看现在,这个圈里的硬汉可以说是少之又少,大部分都被一些非常娘炮的小鲜肉给霸占了,看到他们已经五、十岁了,还依然拼命在电影中,真是让人心疼,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? 没有新一代的功夫电影人,这个时代受当寒流的影响,小鲜肉以及娘炮太多了,这个圈子里男人们的阴柔之风太盛了,而成龙大哥则在其主演的电影《英伦对决》的发布会上,还吐槽某个小鲜肉太娇气,还说在某拍摄现场,那个小鲜肉请了八个保镖,六十个化妆师,在成龙大哥看来,这真的太娇气了。 在我看来,这个小鲜肉就是做啊,早晚有一天,他会尝到苦果,自从寒流来袭,这娱乐圈里的不少男明星,们就不自觉的留起了长发,画起了眼线,打起了粉底,摆上了甲瞳,抹红了嘴唇,把身体剪得瘦瘦的而不是壮壮的,就连声音也是柔声细语的,说实话,听了实在是让人恶心, 比如发冰冰的弟弟干成城,就是上面之外,打扮的也是相当于温柔,他虽然被他的姐姐给捧红了,但是他有什么才华呢? 不知道,再一个就是陆哈,曾经被某个大媒体评为优质偶像,但是最近却被批评太过娘炮,尤其是他最近与女朋友主演的甜蜜暴击中的拳击手,也被搏击冠军方便指责太过娘炮,根本没有一点拳击手的样子。 除此之外,还有最近几年非常火的华晨宇,其粉丝们亲切的称之为花花,从这个秘称就可以看得出来,他的穿衣打扮一定是女性化的,也就是非常漂亮的,而他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是这种形象。 再就是张大大,其实我一直不喜欢这个人,太过作作,还曾在某综艺节目中,被王宝强质问他,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,搞得全场哄堂大笑,而他也是一脸黑线,而被谢娜提携起来的他,却与谢娜少有互动,不像杨迪经常与谢娜,一起主持各节目啥的,但不知道,他为何会与杨明以及安基拉卑比的关系那么好? 可能这就是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吧,而最近大伙的蔡徐坤,也是走的此种路线,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种正常现象,有关部门应该要好好好清理一下了,并且现在人们也意识到,并非常讨厌这种现象,所以说,请那些娱乐圈中走娘跑的男艺人们仰刚一点吧。 别再独害我们的青少年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